大家呢到这个API里我们去看一下经常用到的一个东西叫做Toast 咱们来看一下微信有个收Toast的方法 我们就用它来做个提示 这里啊有非常非常多的配置项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啊 自定义图标也可以定制 这里呢我们用最简单的就可以了 直接就说我一个Toast告诉用户你的这个信息不对对吧 来 我们把alert换成什么呢 换成微信Toast title叫做请填写地址 Icon呢如果用success 它会出现一个对号的这样一个小图标 实际上不太靠谱啊 我们可以换一个icon的样子 看icon有loading和success两个值给我们选 所以我们用下loading这个值 好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点一下 大家来看 showToast就是弹出这样一个小块啊 它里面有一个小的这种闪烁的图片 转圈的闪烁 loading的这样一个图告诉我们请填写地址啊 这是做了地址的一个判断 如果你地址呢选中了 那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你选了一个地址 好这个时候再提交啊 这段逻辑就不会执行 因为if判断不满足 所以里面就不会提示了 我们继续往下判断 类型这块要做校验 判断类型有没有值 但目前大家来看 我的这块类型默认有一个值 所以它是一直都会始终被选中的 所以这块做不做校验都ok 我们再看说明这块 我们一定要做校验 那怎么去做呢 if listate data static data对吧 static data.message 如果你这个没有这个message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们呢showtost 告诉你 请填写说明信息 同理我们再写一个啊 contact 请填写 联系人信息 然后一样 好 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showtost这块 呃 传这种对象行事餐 一个会浪费三行的这个代码 对吧 而且duration这块 我们都写的是2000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多少代码有冗余 你可以把这个showtost 再封装到一个GS文件里啊 用一个方法 封装到一个方法里 这三个地方分别掉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做代码那些精简啊 目前来说我们的这一个代码量还是比较小 只有50多号 我就先这么写着 我们来从头试一试啊 点击发布信息 让你填写地址 点一个地址 再点击发送 再点击发布 说填写说明信息 我把说明填上 再点 说填写联系人信息 再点 好了 这个时候如果我都填了 那我的这个数据照验就通过了 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把这我们的这些数据啊 通过接口的形式发送给后端 然后让它存到数据库里 来吧 我们怎么才能把数据发送到后端呢 怎么才能发一个阿甲克斯请求呢 微信里面提供给我们一个发送阿甲克斯请求的方法 咱们打开API 因为这个方法很重要 所以微信把它放在了最前面 来点开API左侧最顶部的网络 有一个第一个就是发起请求 我们用这个request这个方法 就可以发一些阿甲克斯请求了 这块内容也不少 我们呢 这样去做 把这个demo copy过来 咱们代码里 进一下编码 微信.request 发送请求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请求也给大家写了 它是post的一个发送形式 所以这块呢 默认是get方式发送 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修改 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这个请求的URL地址替换掉 替换成我们线上的这个提供给大家的这个接口 我这里呢写成这个接口 你也可以来用 你也可以来用 没任何问题啊 Data里面呢 我们要向后端传一些数据 这块我们一会儿来说 我们传什么 我们先看header这块 大家要跟着我做个变更 因为我写的这个php的接口呢 要求你传数据的时候 content type 必须是application 这个char 3wform url encoded 这块大家要注意一下 把这个字符券拿过来 到我们的代码里 放到替换这个json这种形式 好 刚才说必须是post的方式提交 对吧 所以你不要忘写了master 我怎么知道要这么去写这个post 才能让你的提交是通过post形式提交出去呢 咱们来看这儿啊 他有一个api里面都写好了 告诉我们有一个master的 你可以使用post get 还可以用是put delete这种形式的这个请求 我这里把master填成post就可以发post请求了 咱们继续往下看啊 header我也改了啊 url我也改了 现在只差data了 data里面我们看后台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数据啊 这五个是b填呢 这六个对吧 我把这六个数据拿过来 我们填写一下 好 address latitude longitude message和contact 还有type 好 address对用的是什么呢 是this.data.address 是我这个当前页面上data里的这个address对对 好 写的 写到这儿 message我们写到这儿 contact我们写到这儿 哎 type这块刚才我们好像忽略了 我们回头来看啊 这里确实有type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type了 后面会报错 因为这是一个中文的逗号 把它改成英文 好了 有的同学会发现啊 这里this.data反复的出现 反复的出现 而且呢 实际上staticdata里面需要用的东西 我们都通过data传给后端了 那这块我们可以换个写法怎么写呢 来 constdata等于 object.assign 啊 啊 list.static data d号 我们再把这个address放进来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下面呢 我们就不用写这么一大拖 直接呢 这么写 哎 是不是省了一些代码量 只不过这么写了之后 你可能理解起来稍微有点难度 你需要知道object.assign这个函数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不理解他的话 这句话你就很难理解清楚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决定 到底用什么写法啊 行 啊 既然写到这了啊 我们就应该当数据填写正确的时候 会发一个阿甲克斯 阿甲克斯请求给我的这个后端接口对吧 好了 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们和我用的都是一个接口 那我们的小程序存储的数据 是不是你的小程序和我的小程序共用的数据 对不对 你添加一个点 我的小程序也会显示出来 那为了避免我们之间互相的影响呢 大家在使用这个接口的时候 除了传递这个接口文档上的这些东西之外呢 还要传递一个参数叫做什么 叫做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叫distinct 一个区分的标识 那这里呢 你可以随便写 但是这个写的东西一定要是唯一的 比如说我可以起一个啊 龙小斋 course 这样一个唯一的一个字符串啊 啊 当你访问每一个接口的时候都带一个 distinct 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那我们存的数据不会有任何的冲突 我这里起了一个这样的字符串 你到时候记得起一个和我不一样的 和别人也不一样的一个唯一字符串就可以了啊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样的话 我们之间的数据才不会冲突 不然你写出的小程序可能会出现一大堆别人的数据啊 这样我们写完了之后数据有了 哎 我们就可以发一个阿甲克斯请求把这个请求带给后端 然后 后端接受到数据 就是如果存储成功在这个res里面会给我们返回这个成功的值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成功的值输出出来 咱们来做个测试 连击调试 好 我选中位置 说明呢 我随便填一个 说明叫做 my message 联系方式呢 8765 这个 我现在数据都填充 完整了啊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表单的教验 那么 来看我们代码啊 一旦我们通过表单的教验之后 我们下面走这个逻辑 大家看 上面是表单的一些验证 验证好了之后我们就走这个逻辑 走这个逻辑就会发一个请求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调试里面 看这个请 点开调试这模板啊 点击network 这块 我们点击发布 哎 这时候大家看是不是 add atom这个请求被发送出去了 我们来看看返回的结果 ret 是处 说明我存到数据库存成功了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发布信息啊 真正发布到后台的这样一个功能 当然呢 你如果发布完成了这个内容之后啊 你应该对他做一个比较友好的提示 比如让他返回到手印对不对 好 这块我们可以简单的带着大家去做一下 来 点开我们的代码啊 但这块我简单的来做 大家后续可以自行补充 我们呢在这个data里面做这样一个东西叫 succ sucs 这样一个变量 默认值它是false 好 因为默认进入这个页的时候 你并没有成功的提到数据 那在这里呢 我们做一个判断 还记得有一个小程序叫微信冒号eaf这个 语句吗 如果里面东西是真的话 他才会显示这个view 如果是假就不显示对吧 在这里我写一个 差值表达是 当然这不用看一下 呃是不是写差值啊 非sucs 好 这样的话呢 如果sucs 咱们来看 我们的sucs值目前来说是false 所以非sucs是不是就是处啊 那如果是处 当前这个东西就展示出来 好 我把探号去掉 我们再看 页面上什么也没有了 原因是sucs现在是false啊 判断你现在这是假 所以页面就不会显示任何的东西 那我呢 现在就这么写 页面一开始出来了 当你呢 提交这个请求 然后请求成功了之后呢 我做这样一个事情 但这呢 又是函数里面 大家看函数里面欠函数 这种 层次的这种函数签套 其实是 很丑陋的一种代码的写法啊 我们可以去做一下变更 依然用 在这定一个函数 叫做handle submit handle submit submit succ 这里呢 会接受一个res console.log res.data 这都是可以的 无所谓 这里呢 我们这么写 this.handle submit success.gand this 这种写法其实也不是 最好的写法 如果大家学过react的话 会知道 如果这么去改变作用域的话 每次我们实际上 把请求都会生成一个新的函数 性能上不是最高 啊 所以如果你对这块感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方法的想想 怎么把band this 提出去啊 但是如果大家对这块不太熟的话 这么写就可以了 handle handle submit success 这个方法 我们写完了之后 和刚才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做一个判断 先打印吧 先打开这个调试工具 测试一下 点开console 发布 发布 发布完了之后 我们输出的这个 res.data里面 它会有一个ret是处 对不对 说明你这个 请求成功了 好 所以在这我判断 if res.data andand res.data 点ret 那就说明我这个提交成功了 这个时候呢 我要执行this.set data 把什么做一个改变呢 把我的这个success从force变为 true 大家来看 这么写完了 我们的代码是这个执行效果是什么样的啊 点击北京市政府好 123123123点击发布 点击发布页面就没东西了 因为什么 success变成true 那么我这里的非success是不是就变成false了 微信冒号if 如果它是false的话 这整个内容就没了 好 没了是正常的 我们要让它显示出一个新的东西 把这段代码拿过来 如果 你成功了之后呢 我要让你显示一个什么呀 恭喜您提交成功 然后呢 这是我用一个view来表示 为了测试方面 我默认把这个先打开成true success默认我给它改成一个true 这样的话呢 默认上面是不显示的 显示下面这个 恭喜您提到成功这块的内容 我要对它进行一个布局啊 下面我们再写一个 返回首页 这里呢 我能给它一个class success success 这样一个class 对微信.css 我们做一个修改 这个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class设置一下 congratu 恭喜您对吧 可能拼写稍微有点问题啊 大家可以自行调整一下 congratu 这个文字上面呢 我们可以写点东西 我们可以写什么呢 text align center 这个没问题 然后line height 给它高一点 比如说 100px font size稍微大一点吧 20px 恭喜您提到成功 当然总觉得它缺少点什么 缺少前面一个小对号的图标 对不对 所以这块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去填一个小图标 哎14还是有点小啊 16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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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